挖掘新聞內幕 挖掘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好 來 我們今天邀請到來賓 那麼第一位是文創的總編輯 陳夏明 大家好 我是陳夏明 好 那麼另外是 媒體人王瑞德 黃醫好 大家好 以及這個律師蔡惠子 蔡律師 大家好 另外是眼科醫師 黃宥嘉 黃醫師 鄭大哥好 大家好 以及退休的刑警 高人和高刑警 黃醫大哥好 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五位 那麼我想這個高嘉瑜 立法委員那麼被家暴 這個是震驚全國 所以我們今天談的就是高嘉瑜 被家暴事件 那根據鏡週刊的報導 高嘉瑜跟他的男朋友 叫林秉書 是在十一月十一號 在新北市的飯店約會 那麼當天呢 因為林秉書看到高嘉瑜 還跟前男友這一個小馬有聯絡 所以促進大發 高嘉瑜身高一五七 我想他應該只有四十來公斤 很瘦 那林秉書高達一百八十公分 就很壯碩 但是呢 仍然重手痛打的高嘉瑜 還限制了他的行動兩天 那怕外界發現他的傷勢 那今天高嘉瑜有出來開記者會 可不可以請瑞德 把整件事情的經過 跟大家說明一下 在說明全案經那個過程當前 我先說一件事情 今天不管他是藍是綠 是男是女 或者是說 那麼你喜不喜歡高嘉瑜 都跟這個沒有關係 因為在臺灣任何一個人 應該在說全世界 任何一個人都有免於恐懼 跟被打的自由 所以我要先澄清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昨天到今天 有包括國民黨的中央委員 還有一些人 竟然說被打活該 然後就是自己太白目 這是錯的 因為任何人都不應該 為了任何事情被打 這我特別強調這件事情 這是做人的最基本的一個原則 那麼高嘉瑜的事情 其實就是因為 他跟前任的馬姓的學長 一起交往了十九年 到快要二十年 然後後來當選立委員委員了以後 因為兩個人在這個人生的規劃裡面 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分手 分手了以後在今年 聽說好像是在四月正式的交往了以後 跟這個所謂的林秉書 這個男子那麼來往 那感覺上他好像 哎呦 寫了一首好文章 在網路上寫了一首好文章 然後高高帥帥的這樣子 好像還不錯 就這樣交往了 那麼這林秉書呢 除了位於板橋 民族路的住處之外 他長期住在板橋 在這個文化路附近的一棟 這個大樓裡面的飯店 那麼這個事情是發生在十一月十一號 也就是那麼高嘉瑜剛好辦了一個 這個所謂的四項公投的座談會 那個說明會的過完以後去找他男朋友發生的 發生的過程是那麼應該是按照高嘉瑜的說法 就是去了以後兩個人之間 然後發生的這個不曉得為什麼 發生了口角跟舉語 那高嘉瑜的說法是說 因為男朋友無意間發現他的手機裡面有跟前任的馬姓男友 其實馬姓男友前任的馬姓男友還是他的助理 還是他立法院的這個助理 那有在傳相關的訊息 因為馬姓男友跟他分手了以後 應該是結婚就生了一個孩子 所以有麻煩高嘉瑜去買一些東西 還有跟他講說好像有個手錶放在他那邊 意思就是說是不是拿回來之類的 還要討論這個事情 那這個林秉書顯然是一個佔有欲 非常強烈的男子 那他意思是他之前問過高嘉瑜說 還有沒有跟他私下來往 高嘉瑜說沒有 結果因為這樣突然間就暴怒 就暴怒了以後就把他痛扁痛打一頓 那從晚上十點打到凌晨 所以後來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到的那個照片 高嘉瑜被打得遍體淋傷對不對 那個我女兒看以後說非常不捨 怎麼會把一個人打成這個樣子呢 不可思議等等 那麼結果就因為這樣子被控制的 相關的行動到了十三號 那過程當中不知道為什麼 這一個飯店的相關人員 他有丟東西 高嘉瑜說他有丟東西到走廊 然後也有引起這個飯店人員的注意 我在想 那包括飯店人員送什麼冰塊東西 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覺得高嘉瑜 陷入一個天人交戰 我要把事情拒絕了嗎 我讓他來救我一定會 一定會報警 報警了以後會怎樣 我在想應該是這些事情了 所以後來呢 那麼整個事情呢 就是其實大概的經過是這樣 就是他被家暴 那麼所謂的家暴不是指 你的親人對你家暴才算家暴 你的配偶情侶這些都算家暴 所以後來他先隱忍不發 那麼事情在十三號結束 十一月二十四號的時候呢 這個林秉書的母親告別書 高嘉瑜告別室 高嘉瑜還有這個參加 但是高嘉瑜的前任男友 這個馬先生顯然高嘉瑜 有跟他哭訴就對了 所以呢 那個前任男友很生氣 所以呢 寫了一張 因為他一直找林秉書要回高 希望能夠要回高嘉瑜 因為我覺得高嘉瑜蠻勇敢的是 他在今天的記者會 那麼慘承承認 自己跟這個林秉書這個男友呢 有不雅照片 有不雅的影片照片之類的 被他拍在這個手機裡面 而且可能備份了 而且他意外發現 可能還有其他女性 因為今天 因為事情爆發了以後呢 昨天到今天 有很多的被害女子 就他前任的女友們 竟然都跟他聯絡 而且都有類似的情節 他非常的驚訝 所以他本來昨天早上十一點 是到臺北市中正義分局的 中校東路派所 只告傷害跟家暴 他後來昨天下午的時候 請律師去跟這個林先生聯絡 要求拿回東西的時候 拿回那些引帶 因為有可能會被 那個網路上面這個散播 結果沒想到對方 那意思就是 沒把他當一回事就對了 所以趕快報案家暴 家告強制罪跟防礙自由 所以晚上十一點多 那個新北地檢署的檢驗 拿官那麼這個申請搜索票 OK了以後 半夜要求板橋分局長跟政策隊長 去這家飯店在凌晨兩點的時候 把他具體到案 並且同步搜索這個飯店 跟民族路的住處 而且為了怕李宗瑞事件重演 就是有一些證物流出來 所以指定查扣的證物 由專人保管 這個就是全案大概的經過 好 那這個就是涉及家暴高教育委員的 這個男生 叫林秉書 他四十三歲 現在在讀政治大學法律的博士班 那這個我想請教 而且身高一百八十公分 老實講外表是一表人才 那我先請教一下這個蔡律師 為什麼先拘提他 為什麼先拘提他 我想他應該是為了證物的原因 證物的原因 其實我必須這樣講 在這個案子裡面 不是每一個被家暴的女人 都會受到鄉頭的保護 我說實話是這樣子 因為他是立法委員 是 是 如果每一個案子都可以這樣 我覺得可以保護很多女性 在我們之前就一個案子 跟高教育是類似的 也是一樣 他擔心 他就擔心害怕自己的影片外流 去向警察 去向檢察官求助 要求扣押所有的 他的電腦的影片 沒有人理他 沒有人會去繼續提 這是一個司法的程序 在這個案子裡面 其實他被用到 用到非常淋漓盡致 我們希望這個可以當作以後的典範 才可以讓所有的女生 免於恐懼的自由 是 是 所以拘提他是希望先保留證物的部分 那可是我們又不曉得 他是不是真的有犯罪 如何能拘提他 因為可能 我應該這樣講 也許他在簡訊裡面有講到 我會散播你這些影片 所以為了 也許 我不曉得他跟高嘉瑜之間的 簡訊是說高嘉瑜 去報警的時候 留下 留給提升給警方的東西 就是這個被這個加害人 有可能再做其他的行為 去侵害到 侵害到高嘉瑜的權力 所以你不把他拘提起來 他可能會造成更大的傷害 是 所以必須把他拘提起來 再加上要扣押所有的證物 對 所以會有拘提他的問題 OK 好 那請大家看 因為事情是發生在十一月十一號的 剛剛有講晚上十點鐘 那他去幫前男友買小孩的東西 結果被現在的男友就是林秉書發現以後暴怒 憤而打他 事情鬧到凌晨五點才結束 那打他 這個是十一月二十九號所拍的照片 因為高嘉瑜在立法院開記者會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手 這裡還是有傷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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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說頭部其實也 他也被被打了頭部 那全身有多處的挫傷 因為還有拖 那我想請教一下高刑警 因為二十九號跟十一號差十八天 所以你的研判就是 當十一號打的時候 到底打得多嚴重 因為他的身高跟他的體重 明顯跟這個男生的差異太大 這個等於是一個大人 打一個小孩一樣 所以一切的傷痕造成 以當時現場的造成 而且是凌晨 我個人很不相信飯店不知道 一定會有爭吵的聲音 因為高嘉瑜有說他大叫 而且這個男生出手的程度 有辦法一個傷口的結痕 到十幾天還有 明顯的結痕 表示這個不是輕微的輕輕的抓傷 或一個耳光下去而已 這不是黑色而已 其實這有受傷 結痕 那就是表示有勞費 有兆胸 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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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 所以這個男生 講實在 他 我看了這個新聞很坦克 然後一個女孩子四十一 你這個男生四十三歲 那女孩子也是找到一個說 可以依靠的一個男子 結果你是一個 比禽獸還不如的禽獸 我真的看起來不管你身高一百八 一百九 你就不是一個人了 你真的是比一個 你身高多少 我一八五 那叫林秉書來挑戰你 我再KO了 真的 我真的KO了 等一下再說 來 先休息 請問到 好 那麼這個林秉書剛剛講四十三歲 政治大學法律博士班正在攻讀 那他對外宣稱 他是國安會秘書長顧立雄的幕僚 不過這被否認了 他也這一個說 媒體說 他是林家 板橋林家的後代 板橋林家也否認了 那我想請教這個黃醫師 你怎麼看這個事 我覺得這邊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 第一個就其實是 就是我們的這個政壇 第一美女在感情上被騙了 這件事情為什麼很重要 然後感覺我們覺得說很強勢 在政壇上表現很好 我覺得高嘉瑜立委 實在是很認真 你看他已經被打成這樣十八天之後 他身上都還是傷 他還是出來開會 所以其實他的這個表現 在政壇上的表現 其實真的是非常的認真 也非常的好 那為什麼這樣子的女性 傑出的政壇精英女性 前途一片光明的女性 就會被我們就是外人 一眼就看穿的戲 這個就是渣男 為什麼就被騙 我覺得有兩個很重要的 就是危險因子 第一個其實女性 到達某一個年紀之後 對於爛人的忍耐力 會無限的增加 真的喔 好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你二十歲的時候 你遇到一個家暴男 你不離開他 你可能會自我洗腦 我就是愛他 他就是愛我 可是高嘉瑜今年 我不是說年齡歧視 我只是就事論事 四十歲以後 或是某一個年紀以後的女性 確實在遇到這種家暴男 渣男的時候 為什麼不能離開 某種程度是相信自己 不會遇到更好的 然後有點著急 然後高嘉瑜 還有第二個危險因子 就是他前面跟一個男性 有人前男朋友 交往非常久 十九年 二十年 這個都會增加於他 就是二十年的感情 沒有結論 沒有一個結果 有時候 看一下你剛好提到 這位就是馬先生 這一位 這個就是他的前男友 交往很久的前男友 小馬 對 我們覺得很惋惜 就是說一定是相處是甚歡 才能夠交往二十年 可是二十年之後 因為理念的不同 就分開了 其實某種程度上 這個會造成 有一些女性 在感情路上 會對自己未來的人生 產生一個質疑 或是迷惘 或是對下一個目標 更積極 比如說高嘉瑜 曾經在這個訪談說 就在目前四十歲左右 大概對於婚姻 沒有說一定抱持期望 但是還是希望可以生小孩 那有可能會這個先有後婚 都不一定 表示說他還是對婚姻 對生小孩 有某種期待的時候 這時候渣男才能趁虛而入 那再回到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旁人一看 就是這個就是一個魯蛇男 為什麼大家不會覺得疑問嗎 四十三歲還在念博士 算很正常嗎 撇除掉那一些 因為自己本身的一些 家境的情況 或是說其他的人生安排 後面的年齡 才要念博士的人 大部分的人 其實博士年級 可能是在三十歲左右 就差不多念完了 那所以比較高齡 比如說你看到 大家看到一個四十三歲的男生 還在念博士 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會第一個印象是說 他好上進 所以這個男生 是不是被高嘉瑜認定說 又高又帥又上進 可是可能就會忽略到 其他的隱藏的 他還捐政治現金給高嘉瑜 對 一萬塊 對 可是四十三歲 捐了兩次了 就是說那就是兩萬塊 我覺得太少 就是說可能 因為這樣認識的 對 就是說他會覺得說 這個是正常的表現嗎 如果說這個男生 你再去問他 之前有很多的成就 或說已經 前男生如果我現在四十八歲的人 在讀博士 沒有 這是另外一個想法 就是說他們可能之前 已經完成人生的某一些目標了 然後才說 那原來我還沒有完成 某一些學歷上的表現 我想要追求 這個不是另外的事情 可是如果我們仔細看這個 林南是他四十三歲 還要去念正大的博士 可是在他之前 他的成就表現是什麼 顯然是沒有 那如果他是一個 這麼喜歡讀書的人 理論上在他年輕的時候 就應該要有這些 學業表現出來了 那所以他在應該努力的時間 而沒有努力 那是為什麼 就是第一個會這樣子 很大的問號 那第二個我就說提到 為什麼我們其他人看起來 就是一出爛句 就是他打了你 然後為什麼就不能離開 我們旁邊的人會這樣問 我覺得這邊有很重要的因子 是第一個 其實有可能像這類型的 受家暴的女生 第一個不願意離開 其實是活在一個很夢幻泡泡 要生小孩要婚姻 然後這個又高大男 好像條件還不錯 我下一個可能不會遇到更好 第一個是這樣子的夢幻泡泡 那第二個其實就是自我催眠 比如說在這個 高嘉瑜事件出來之後 第一個聲援他的 非常知名的主播 劉欣彤主播就說 我最能夠感同身受 這個高嘉瑜立委的想法 因為我曾經也遇到一個 家暴的男生 然後其實我覺得 我知道他為什麼不離開 就是因為念著那一份情 那所以這些人的 自我催眠是什麼 如果我們旁人就說 打到鼻青臉腫 看到高嘉瑜立委的照片 是很不捨 整個眼窩是腫起來 而且那個還是 瑜青消了之後才照了照片吧 所以表示他可能是更腫更脹 然後整個身體是被打得 體無完膚的 他們為什麼可以解釋成 這樣子的暴力的行為 叫做是一段情是愛呢 所以這邊有很強的 這個自我催眠 因為自我催眠了 所以無法離開 為什麼你自我催眠無法離開 你有先有這個強烈的這個腦子 無法離開之後 別人才可以利用手段控制你 比如說因為你無法想要 你不想要離開 所以別人才說 我們現在來清熱 好 我們現在清熱中 我要拍親密的照片 好 這些都是源自於女生 一開始是不想要離開這個男生 結果沒想到 這個接下來的措施之後 就讓你無法離開 所以我覺得高嘉瑜的腦袋 或者說不要說 這個高嘉瑜的腦袋 很多的被家暴的婦女的腦袋 其實是被控制 不過黃醫師這樣 我覺得他你剛剛講的 其實都有道理 不過他無法離開 可能還有其他理由 比方說他可能他的恐懼 已經被握在他的手機裡面 那些都是控制的因素 是 是 不亞 他真的可能很怕 不亞的影片被放出 我想每個人都會害怕 因為離開會遭遇到什麼報復 所以導致沒有辦法離開 對 好 那夏明兄怎麼看 我覺得因為很多人 因為這個林南 他是一個會寫文章的人 那其實很多的人就會說 就是見智如見人 但我以一個出版業的人來談 我必須說這是假的 他曾受過 蔡思平的訪問 上過電臺 然後他也寫了政治跟法律的專欄文章 這樣子 所以也算是這個有影響力的人 對 但所以說 可是很多的人都會誤以為說 讀到的這個作品很真實 但其實以出版界的角度來看 很多寫的很溫柔的文章 大多數都是編輯弄出來的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像韓國有一個詩人 叫做 文字 文字我寫的 然後為什麼說看起來很溫柔的文章 是編輯弄出來的 因為其實在編輯的過程當中 作者交稿給你 但我們拿到這稿件之後 我們會開始去編他 那有一些作者 他可能是很會想故事 然後他有一些觀點不錯 但他寫不出那種溫柔感 或者是他寫不出某種感覺 所以編輯的工作就是會慢慢幫他加工 但也有一整本書 他只是掛作者 但其實書是找寫手寫的 那我寫的可不可以幫我弄成海明威 沒有問題 我就是翻譯海明威的 你就翻譯海明威了 對 還說沒問題 你這樣傷害海明威 冰山理論略知一二加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關鍵是 你看像是韓國的一個詩人 叫做高穎 他被號稱是說 韓國最有機會得諾貝爾文學獎的 一個詩人 八十八歲了 但因為在韓國MeToo運動 開始興起來之後 他被揭露出來說 他其實欺負了非常多的女性的讀者 但關鍵是什麼 這個女性的讀者不是一般 我們逛書店買書的讀者 這個女性的讀者還是平常就會寫詩 然後一些創作很知名的作家 所以如果說連作家 他在讀到這樣的文字的時候 都能夠被蒙蔽 那其實我們都要更小心一點點 所以真的就是 你看到一個人的外在形象也好 或者是說他的作品 他的文字 他的臉書的文章 這些都必須跟他的本人分開來看 是 我再請教這個蔡律師 因為我看這個人真的是蠻混蛋的 這個林秉書蠻混蛋的 因為我看到他對前女友跟對他的父母 我覺得老實講 我真的無法接受 他對父母家暴 把鐵門關起來限制他父母的行動 限制人家的行動好像是他的慣性 然後他要他的老人家跪地 跪在地上舉椅子 這你怎麼做得出來 怎麼可能做得出來 你怎麼做得出來 誰做得出來 叫他的父母跪地 然後舉椅子 好像我們小學的時候被老師立罰一樣 然後竟然拿掃把打他父母親的腿 然後還持刀恐嚇他父母親 然後還拿剪刀戳他父母親的身體 然後去攪拆他父母親的房門 而且他因為要錢要不到 揚言跟他的父母親同歸於盡 後來是地方法院才發保護令 叫他要離他父母親 要離開搬離家搬離開父母親的家 然後離開父母親至少一百公尺 這個混蛋算是個前科犯吧 當然是個前科犯 不過我們從媒體也可以看得到 在那次保護令開庭的時候 他父母親並沒有出庭 怕 一個是怕 一個是原諒 父母親的原諒 在他的報警裡面 等一下繼續說 好不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幾乎沒有父母會這樣對小孩 不要說小孩對父母 對不對 那蔡醫師你說他的父母沒有出庭 是因為原諒他 有幾個因素 在我們保護裡面看到 其實被打成這個樣子 你一定心裡很害怕 那去警察局報案 警察局才幫你申請這樣的緊急保護令 好 為什麼最後不去出庭 第一個 兒子又回來跪你 其實剛剛我們在講家暴 不管在任何家暴裡面 他都有三個時期 一個是兩個人開始關係緊張到暴力 但是你們忽略了最後一個時期 就是他道歉求饒 為什麼很多受暴的人 最後會選擇不告 或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諒他 你們很難想像這些家暴人 在打人的時候是一個狠模樣 但是他求饒的時候 是你們大家都做不來的求饒模樣 他會讓你心痛 他會讓你覺得說 對我也有過失 或者是他的背景 他的原生家庭 導致他這樣的行為 他的道歉方式會讓你知道 會讓你以為他不會再犯了 所以你會同意去原諒他 同樣的 跪下來 抱著這個摔的人 大腿 他什麼都能做 他可以跪 他可以自己去撞牆 他可以自己拿刀子說 我自殘 我不應該這樣對待你 然後可以告訴你說 我會這樣做 是因為我太愛你了 我太害怕失去你了 所以他這句話很有 他可以合理化他所有的 這句話很有力氣 很有力道 是 是 所以他會去告訴被害人 你也是予有過失的一方 或者是告訴被害人 我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 我去做承諾之後 我就會原諒你 那你知道父母親 其實這個世界上最傻的人 就是父母親 他們會給孩子無數次的機會 我們講的暴力 大概一般夫妻或情侶來講 七次暴力 女人才會想要去報警 這是統計過 七次喔 七次才會報警 對待父母親的暴力要幾次 三十二次 因為父母親一旦擔心說 我報了之後 我的孩子 前途就沒了 而且不只是這個孩子的前途 我報了之後 人家全部的人都知道 我們家有家暴的人 人家誰敢 對 誰敢嫁到我們家 誰敢娶我們家的女兒 或是我們家 還有其他人在社會上 各個地位做事情 被別人知道了 那這些好的孩子怎麼去 我們叫民生全毀的 是 所以這是很多的考量 所以媽媽為什麼 最後是沒有出庭 但是這個人絕對是個爛人渣男 那我問你 我舉例而已 你有小孩嗎 有 那你的小孩做剛剛同樣的事情 那你會怎麼做 我就報警了 報警幾次 他第一次講可能對我 我就會報警了 我沒有騙你 是因為你的小孩不會打你 當然 他真的跪下來跟你求的時候 所以我就告訴你 真的當你們看 你們可以看這個人 這個人是慣犯 他對家人 對前女友 我相信再下來會有更多 更多的案子 如果我們今天不揭發的話 是 如果今天被害人 不是高家瑜的話 不只是前面 後面還有更多的人 如果你在不在第一個時間 去做這件事情 其實受害的人是更多 但是我們要去考量我們的法律 其實我雖然是個法律從業人員 我必須要講 法律是非常非常的薄弱微弱的 就剛剛我講那個錄影帶散發出去 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這個人如果去散發這些錄影帶 最高被處幾年有期徒刑 幾年 兩年 太輕了 可是女孩子一輩子都沒了 兩年是不能假釋的 兩年就兩年而已 就關兩年 是就關兩年 然後這個女孩子呢 我所有的影片通過流露出去了 全毀了 我這輩子我大概就沒有後面了 我怎麼去面 就算大家都告訴你 你沒有錯 你不是加害人 你是無辜的 你是被害的人 我永遠沒有辦法走出去 我不曉得別人怎麼看我 我是赤裸裸被別人看到 對不起 蔡醫師 再問 再深層一點就是說 那為什麼這個林秉書 讀到正大的法律博士班 會這樣對待父母 這跟學歷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跟學歷 我覺得 跟什麼有關係 好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去理解 我覺得一個會形成暴力的人 本身的個性有問題 第二個我覺得 先天的嗎 先天的個性有 第二個是我覺得 他的家庭背景一定有問題 他的家庭背景 他的家庭背景一定有問題 他沒有 在那個家庭裡面 要不就是曾經有人 也是用這樣的暴力行為在對待 他學習 或他看到 他怎麼對待別人 這是一個 其實家暴是會複製的 我一直在講這件事情 第三個是他可能在充滿 沒有愛的環境裡面成長的 大部分家暴的人都是這樣 沒有安全感 沒有愛的環境 沒有愛的環境 父母親為什麼不會 會原諒他呢 這就是 這又回過頭來講 例文件這叫愧疚感 就是這些實時家暴的人 會讓你產生愧疚感 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會這樣做 是因為你沒有做什麼 你不曾愛過我 或你對我做了什麼事情 所以導致我生氣 去對你施暴 他可能同時回來 過頭來歸咎於他父母親 過去怎麼對待他 所以讓父母親有愧疚的感覺 他之所以今天變這樣 是這樣 是因為我的關係 很多很多家暴的男生 對父母親 即使在法庭上都告訴 在法官那面前 他都告訴法官說 我會這樣打他 是因為他以前怎麼打我的 或是他從前怎麼不對待我好的 我們在家暴庭上 經常看到這樣的故事在上面 他會替他自己的家暴行為 找到很多很合理 他自認為很合理的藉口 可是後來法院有這個家暴令 可是就是說你要搬離 然後你要距離一百公尺 你覺得他會遵守嗎 他會遵守嗎 應該這樣講 他不應該不遵守 他不遵守的時候 誰會知道 只有父母親會知道 父母親就要去跟警察報案 告訴警察說 他違反保護令來逮捕他 他就有刑事的罪責 但是父母親會不會去 就像很多家暴的婦女 其實我們也幫助過很多家暴的婦女 好不容易核發的保護令下來 結果最後是告訴我 蔡律師我要去撤回 他回來了 然後再過十五天之後 就又被打到 撤回啊 他就說他去撤 我跟他講核發下來了 沒撤回 我就是你放著 他說那我可不可以讓他回來住 那十五天之後又再來找我 一樣跟高僵一模一樣 就是鼻子臉腫 對 那一百公尺 誰會知道那是一百公尺 沒有人會知道 你要自己去測量 所以我剛剛講誰會知道 只有父母親在兒子進來的時候 我知道是一百公尺有多遠 對 然後我可以去報警 或者我遠遠看到他進來 我打電話跟警察講說 我兒子快接近我家了 警察就會過來 警察是有這個義務要過來的 對 來 請教高僵一請 你怎麼看這個男生 他會打這個 對待這樣對待父母 我首先先講 像高家瑜立委這次他被打 我在猜他不是第一次 被誰打 林明書 被這個姓林的這個打 不會一認識你 馬上打一下就打下去 他們交往半年 一定會先從大小生 然後三字經 再肢體暴力 見識的 逐步見進 因為我們受理很多家暴案件 他不會說莫名其妙 打一下就把眼睛寫下去 一定會先有口角 口角那大聲 然後兩個越吵越大聲 最後那一個動手 不管男生女生就動手了 對 那他會對他這個爸爸媽媽 這個樣行為 叫他命 鶴令下跪 然後再打他 說他讓他父母都已經去法院 他對你提出告訴 不管他爸爸媽媽要不要原諒他 我覺得剛剛律師講的 非常有道理的一點 就是說這個從家庭的因素很重要 這個孩子 還很年輕的時候 爸爸媽媽沒有給他一絲絲的寵愛 或者是一絲絲的那種溺愛 我不太相信說孩子會反過來 對你爸爸媽媽 不是說家庭寵溺他的結果嗎 一定會有這種寵 你得不到 然後孩子反過頭來 你看中國很多影片 孩子這麼大 你不買iPhone給我 打老婆 打老婆 很多這種影片 那這個人他還是潛在隱藏版的 像你看起來 梅清木秀看起來 就看起來像一個正人君子 你詩詞寫得再怎麼好 我覺得他這些都是 詩詞現在已經知道了 編輯一編的 虛空幻 他就是一個很虛 然後又是一個很空 你看他母親的一個喪禮 一個小動作 你需要到我們全國政要 包括我們蔡總統 所有的一些晚連禁晚 這些東西 表示什麼 不是給你媽媽看的 那是你要做給你的朋友看的 我認識的程度 認識到這個高層級的 那你要做給你的朋友 看的用意在哪裡 表示說我的關係很好 我的政商關係都很強 那是你做給你自己的虛榮心 那假的 而且你今天對一個 不要說民意代表 全國老百姓 真的沒有一個 有被你任何人 凝略言語欺負暴力的 好 這個 這個高家瑜是十一月十一號 去新北市的飯店跟他這個共處 那被他打是在十一月十一號的晚上跟凌晨 那到被控制到十一月十三號 不過這個林秉書的媽媽的母傷是十一月二十四 那高家瑜是在隔天出來之後 十一月十三號出來之後 十一月十四就去驗傷了 可是他是最近才報警的 鏡周刊寫了出來之後他才報警的 那十一月二十四號他是有去參加 林秉書媽媽的母傷 那如果說他被打成這樣 那他又被控制行動 可是他為什麼又去參加林秉書的母傷呢 這個等一下來請教一下 因為這可能有牽涉到 很多心理狀態的問題 來 我們先休息 敬文靠 好 我剛剛有說就是說他雖然被家暴了 被控制行動了 可是在歷經十幾天後 他又去參加了林秉書 這個對他家暴的人的母傷 而且他的前男友 他的前男友這個馬先生 小馬 去發傳單 去發傳單說 指控 指控這個林秉書 他的這一 他家報一個女生 然後裡面有不雅的影片 跟這個女生的不雅影片 他希望他能夠把他交出來或刪除 那這個事情林秉書跟高嘉瑜 當時是有留下LINE的記錄 說那怎麼辦 那後來高嘉瑜還去報警 換句話說小馬是要幫高嘉瑜討公道 可是竟然是個受害者 高嘉瑜竟然去報警要抓這個小馬 那個瑞德 為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一個 被害人的心理學 如果你讀過那個被害人心理學的話 犯罪心理學 變態心理學 被害人心理學 像我們跑社會新聞都一定要讀 那麼被害人心理學有很多非常複雜的層面 在高嘉瑜的部分 他已經略帶了一點斯德哥爾 斯德哥爾某症候群了 為什麼呢 你可以發現很多人在疑問 我昨天在討論這個事情的時候 很多人疑問為什麼他十一月十一號被打 十一月二十四號還是參加他媽媽的 對方施暴者這個媽媽的告別 是母傷 對 當然除了對方手上握有 他的這個相關的親密不雅的照片 或者是影片之外 那是一種很複雜的心理 就是有的時候 你可以發現昨天他想透過律師 把這些東西拿回來 就是把他散佈出去 現在刑法很低 兩年以下有期徒刑 現在立法院正在修改 要希望能夠修改到七年 你知道嗎 可是還沒有修改 就動不動就用這個威脅 對 會 那因為如果一散佈出去的話 到了社情平台那邊 你就拿他沒辦法了 會害怕 所以希望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過了 他是國會議員 他也不想這個事情弄出去 因為這會影響到 他未來的政壇上面的公信力 因為國會議員 當然要幫人家處理事情 如果你連自己的這個事情 都沒辦法處理的話 那該怎麼辦 第三點就是家醜不可外揚 因為他今天開記者會 高嘉瑜的時候就說 他覺得自己很丟臉 其實你一點都不丟臉 你只是看走眼 為什麼 很多人在愛情的路上 愛情的路上 第二 上帝要毀滅一個人 必先使其瘋狂 要讓他瘋狂 就是談戀愛 兩年之內 你會像發瘋一樣 你知道嗎 可是問題是 你要去了解 我們不是那種人 但有這種人啊 你聽高嘉瑜描述在那個 整個犯罪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是因為只看到他那個 那個小孩子的照片 他前男友傳來小孩子照片 跟他買東西而已 頭髮抓了 突然間就就就開始打了 你知道嗎 抓住他的頭髮就開始打了 痛歐鎖喉脫血 然後鎖喉有沒有 有啊 因為熱了他脖子 高嘉瑜說他快不能呼吸 他說他臉腫的 第一時間被他打到 臉腫的自己都不認識 然後他很多人就覺得很奇怪 那你為什麼不求救 他把他的東西全部丟在走廊上 那我問你 那個飯店或是隔壁的住戶 有沒有通知飯店來看 他丟出去的時候 服務生有走過 對 被他那個罵 被他男朋友罵 然後緊接著他高嘉瑜解釋 我根本走不出去 那時候如果高嘉瑜想走去 搞不好現場活活被打死 你必須這樣想 你不要想說 你如果被人打成那個樣子 你還要去要求他多做什麼 爭取自己權益 難道還要跟你講 你所說的 我要告你幹嘛 如果高嘉瑜講這個現場會被打死 然後事實上 這是解釋 那他的前男友 我跟你講昨天 高嘉瑜今天記者會有特別講到 昨天他懷疑是林先生 想要在網路帶風向 我也認為這樣 昨天那個小馬 他的前男友有沒有 網路上被罵了一塌糊塗 為什麼 就那張傳單 就那張團單 很多人罵他的原因是說 是說以我們的普世價值 認為在人家媽媽的告別式的外面發傳單 你這樣的行為非常可惡 可是你今天反過來看 為什麼小馬他會這樣做 小馬其實有付自己的那個電話號碼 他負責 我負責 你知道嗎 雖然把他碼掉 但是我負責 然後那個馬先生他有講 他昨天晚上其實有說 他有翻三體聲明裡面有說 他是因為他忍無可忍 一個女人跟了他二十年對不對 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結果他是要幫他討工到要回那些 不雅的照片跟影帶 然後可是一直沒辦法聯絡到林先生 所以他知道以後才衝到現場去 當然我們不鼓勵這樣的行為 因為畢竟人家在辦傷事 然後最後他總共有九張 但是都被藏儀社的那個員工拿走了 這九張事實上沒有散發 都被他拿走了 拿走了以後 馬先生就問一句話 請問你昨天網路上 為什麼會出現這一張 什麼意思 藏儀社後來一定交給林先生 這個林秉書 這個照這個相關的傳單 難道不是林秉書這邊流出去的嗎 你懂嗎 林秉書在網路上 佔有很大的一個這個等於說優勢 所以昨天有人在帶風向 昨天確實有人在PTT 還有哪裡帶風向 帶成姓馬的可惡你知道嗎 然後非常可惡怎麼樣 高嘉瑜其實從其實要不是事情鬧大了 高嘉瑜都還在想要把這個事情給蓋下來 這是人之常情 那最後請容許我補充一下 我有一個女性的朋友 我講真實的故事案例 我有一個很認識很多年的女性的朋友 後來我們才知道說 我們非常不捨 因為他不肯講 他的男朋友長得高富帥 動手把他的鼻子都打斷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根據前一天 他要去哪裡 男朋友跟他建議說 你應該走什麼路線 開車走什麼路線 他沒有按照他的路線走回來以後 被他男朋友打斷 可是你知道嗎 剛剛除了蔡律師所說的 他會對他跪下來哭球 然後怎麼樣 我告訴你他還會買禮物 毆打後 家暴後的 那麼為了要挽回那一場性愛 特別轟轟烈烈 我說的是事實 How do you know 很多的心理學家都這樣講過 很多的心理學家跟很多律師都這樣講過 那是因為被害人說的 這個高家瑜的前男友叫小馬 他叫馬文玉 那這個小馬 他在林秉書的母商會場 他散發了九張傳單 他內容我還是要跟大家講一下 他說事關貴家族生育 請將此行交給林秉書的父親 因為林秉書拒不面對 只能夠出此下策來此 抱歉 他也知道不對 他說林秉書 禁於母商期間在十一月十一到十一月十三 在新北市板橋的飯店 以恐嚇持有性愛影片等威學的方式囚禁一女 在限制其人身自由之後 對該女頭部進行暴打 痛歐等殺人為誰的暴行 那該女 其實該女就是講高家瑜 該女直至林秉書十一月十三號晚間 必須全往靈堂而離開飯店 才脫困逃出 因為他說這個飯店都有這個涉嫌可證 那該女經林秉書通歐 暴打且囚禁三天後 在隔天十一月十四去驗傷 有驗傷證明 那該女長期被林秉書 以對其所涉入的性愛影片 及其他招逼簽的文件恐嚇 所以有兩個 他有兩個東西被他握在手上 一個是性愛影片 一個是被逼簽什麼文件 我們不知道 可見高家瑜心裡面可能非常恐懼 也所以不得不去參加那個母商 他說因為這樣子 所以他才受林秉書各種威脅擺步折磨 林秉書的手機裡面還有自己跟其他多名女子的性愛影片 為什麼呢 我猜是高家瑜跟他說的 可能高家瑜看過 相關變態犯罪的行徑宛弱 李宗瑞的翻版 那麼該女呢 在十一月十三啊 這個被囚禁期間 林秉書啊 並對想要營救這個女生的親友 進行刑事恐嚇 林秉書呢 他一再冒稱自己是國安高層 這一個 他說例如經過查證 這支母商的總統晚聯 就是向泛雲辦公室 冒稱自己是國安人員 請泛雲辦公室幫忙索討得到的 以林秉書可以指揮檢調體系抓你 惹他就一定會有事 等諸多言語持續進行刑法上的恐嚇威脅 林秉書恐犯刑曝光 遭法律追究 因此呢 對相關人等的恐嚇威脅犯刑 契今不止 好 那等一下我要請教的就是說 即便像高家瑜這樣 四十一歲的女性 然後立法委員 就是受那個性愛影片 如此的被威脅跟恐懼 瑕疵 那再來就是他不曉得 還有被逼簽什麼樣的文件 等於再請教來賓 來 先休息進廣告 因為兩個人在戀愛的時候拍性愛影片 結果後來變成一個要脅的工具 我不曉得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有什麼感受 其實我滿想請教瑞德哥 為什麼男生都想要拍自己女朋友 或是說性愛影片 不是A片看很多嗎 為什麼這麼多男人你只問他呢 因為我是專家 因為我是專家 就是說第一個我不理解 為什麼就是說已經線下你IG 或什麼各種YouTube的頻道 你都可以看到非常多裸露的美女 身材每一個都比你的女朋友好 你還需要女生就是說 他要來拍 然後我們要同意 其實我會覺得女生在這點上面 理論上不需要同意 因為還有很多比我更好 你如果這麼喜歡儲存 你應該去儲存優質的嘛 你幹嘛儲存我呢 我第一個一定會這樣想 我也是為了你著想嘛 對不對 那不要占沒用的空間 然後第二個是說 第二個先稍待一下 第一個先請教瑞 對 沒有錯 為什麼呢 這個叫公狗理論 什麼叫公狗理論 公狗會到處殺尿 殺尿 其實不只公狗啦 熊也會 獅子也會 老虎也會吧 然後殺尿了以後 這就是他的地盤 我的太太 我的女朋友 就是我的地盤 就是我的女人 有沒有 我常講四個字 我的女人嘛 所以他有沒有辦法 到外面去偷拍 沒有辦法 為什麼 因為他自己本身 不一定是很優勢 或者是說女人 其他的女人 就算是歡場女子 也不一定願意讓她拍啊 你知道嗎 所以怎麼辦呢 那我就 我常常看 常常看別人的 跟我自己拍自己的 自己看不一定 但這種人有點變態 為什麼呢 因為有時候 他竟然會想要跟別人分享 尤其是萬一 自己心愛的人如何分享 不是 他分享那個影帶 他會跟他的朋友分享炫耀 你知道嗎 然後或者是說 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 你跟你彼此交犯 然後甚至於最可怕的是什麼 最可怕的是萬一分手 拿這個東西要挾 或者是說 我記得我跑過一個新聞 那麼有一個男的 那麼女性去偷吃 女性偷吃 男的拍他相關 偷拍他相關的這個 性愛的光碟了以後 隔放 你知道女的想切斷這個關係 結果男的做到什麼 離譜的這個地步 跑到他上班 跟他工作的地點 跟他的家裡電線桿 貼到牆壁跟電線桿 他在門口 把裸罩貼在那邊 那這個女的怎麼做人 所以有時候 我就可以回答你 為什麼男人會想要這樣拍 也許答案會不一樣 高興請 我看到的很多 拍那個女性的那個 為什麼男生會想要拍這個 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看得到女主角的臉 看不到男主角的臉 永遠都是看到女生的表情 看不到男生 那個男生長得怎麼樣 他媽好看不到 那這些男生都很自私 我擁有你的東西 你找不 別人不知道這是我 可是我可以散步出去 別人不曉得這是我 除非我這裡有字 哪裡有字 我都看不到 就是我要控制你 這個心 一開始他的心理就是 我拍下來 花言巧語把你騙 怎麼樣騙到手 先拍了之後 拿到手上握有一個籌碼 那就像要跟你拔掉手 人家你 第七就是我的籌碼 他就是已經心懷不軌 會有想要拍這些影帶的人 就是變態 心懷不軌 不是藝術 那個絕對不是藝術 對 我這樣的講法 就是說提醒所有的女性 就不要 如果男生 正在相愛的時候 男生要拍 你也不要讓他拍 這個很重要 因為你不曉得什麼時候 哪一天會被拿來報復 那潘血 你剛剛講的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我看到這個就是說 我覺得比較惋惜的 就是如果一個女生 你看到或是疑似 有一些紮男的真相的時候 比如說其實他需要 拍你的裸照 或是需要拍你的心愛影片 其實他就被認定 應該是紮男的一個 潛質的代表了 那如果女生沒有在這個抓住 這個黃金的時機 離開紮男 其實你看到後來 其實就很可惜 會比較難跑掉 那我覺得這個難跑掉 有點跟這個制約理論一樣 就是說有時候這個受報者 被加害者已經很可憐 可為什麼 我們都覺得你可以跑掉 或是你應該跑掉 他跑不掉 還是跟有一點理論 就是說我覺得應該跟 他的腦袋已經變成是跟 巴弗洛夫的狗一樣了 只是說巴弗洛夫的狗是聽到鈴鐺 然後出來吃東西 然後這些女生 其實已經下意識的 不自覺的 他是看到人家的拳頭 就要服從 所以如果你已經就很可惜 你沒有在前面趕快逃走 所以我說知道這個渣男 或者說評論這樣子的魯蛇男 如果你要知道 就是說他念博士 四十三歲念博士沒問題 可是他晚上不是在飯店裡面讀書 他是在飯店裡面伸出拳頭 或是發脾氣 你就要很警覺說 他的這個表現 跟他的學經歷是不一樣的 而且其實日本都已經有研究 其實會家暴的人跟學經歷 跟你的身份地位跟年齡 其實都沒有關係 所以女性要很多的自覺 這個鈴鐺書 他有發聲明 我聽給大家聽 那我再請教這個蔡律師 這個聲明代表什麼意思 他這樣聲明 他說明星級人物私領域的事 一般民眾當然會有這個管虧欲求 會想偷看 那麼周刊報導說 對 周刊報導 若有任何官 官設公眾人物者 相信必能反覆查證 而不會以特定人事 無根據之爆料 及要求被影射者回覆 謹判周刊衡量 以橫評人事物權重 特別 別為特定人仇恨 嫉妒心態所利用 這是在表達什麼 在表達什麼 應該是在表達他沒有犯這個罪吧 是吧 沒錯吧 我想他 可是他就直接否認說 我沒有答 我沒有答 這樣就不叫做文青 文青當然簡單的事情要寫複雜 當然啦 讓你展現一下 我有私領域 然後是別人在陷害我 這男人一定不能承認 為什麼不能承認 他又是讀法律的人 他現在有個緩刑賽 他只要再犯 緩刑就被撤銷 他是要進去關 即使是四十天 這種人進去關四十天 他都覺得會痛苦 好 你再看 在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要教大家講的是這樣 從法律的觀點來看 他為什麼要囚禁他 他不讓他驗傷 今天高嘉瑜的傷勢是十四 一般人 一般我就講 一般的加害人在法庭上 就這不是我打的 他十三到十四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那你兩個人在飯店裡面 誰被打 誰打誰 誰知道 沒有人知道 沒有錄影帶 除非他們真的有大聲尖叫 隔壁的房間的人 小弟來講說 當時有要逼附帶 只能用這些旁就是這個 所謂的間接證據 去判定犯罪的這個依據 否則很多人真的就這樣被擺打了 還有人我看過有個人囚禁太太 就到他傷勢權都沒了 才放他出去你去驗傷 你根本驗不了傷 是 又在家裡 家裡沒有半個人 只有一個不會講國語的外傭 最後還是那個外傭來作證 我這個求證一下 我看今天新聞說 一年台灣有通報的家暴案件 十三到十六萬件 真的假的 有通報應該不止 我是看今天新聞說 十三到十六萬件 應該不止 這不包括沒通報的 不止 應該不止 這四分鐘就有一個家暴 而且男女的比例是一比九 就是十個裡面有一個是男生 弘怡剛剛講的那個林秉書 他的相關的聲明對不對 因為我之前當記者跟當主管的時候 被告七十四次 妨害名譽 所以我後來不是告了一大堆韓粉嗎 我從他的 他是決法律的 我從他的三點聲明裡面讀到什麼 其實他透過這個聲明 他撇清所有的責任 意識的我沒做 他這個三點聲明 其實在警告一些人 警告什麼 你聽清楚 他在說有一些 他在告別式的時候 有陌生人 不認識的人闖入 他在講那個小馬 今天高嘉宇是出來 感謝他的前任馬姓男友 挺身而出 而且他說他其實只知道現場 要把這個資料交給相關姓林的 並不是到處去散發這樣子 幾百份這樣子 然後他第二件事情就告訴說 如有媒體不能聽信片面之詞 相信會反覆查證 聽清楚 他說會相信反覆查證 第三個 明星的私生活對不對 請聽清楚 是私生活 為什麼你知道嗎 各位 蔡律師在這個地方 黃愛名譽罪裡面的毀謗 裡面有一個是 能夠證實其為真實者不罰 然後對於可受公平之事 而為適當評論者不罰 但是跟公眾利益無關 是私生活 私領域的話不再此現 他在警告你 但問題他警告你就說 如果你們亂講的話 小心法律責任喔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單純的私領域私生活了 這已經是可受公平之事了 各位不用擔心 這種可惡的傢伙 就是把他繩自己罰 而且我覺得 林秉書大家不會判你的 因為有高刑警說 他可以給你單挑 他現在好像還沒有毀誤的感覺 而且林秉 而且我告訴你 為了別人 為了大家 也為了他自己 他需要接受到一個沉重的教訓 沒有這個教訓的話 他不會改的 因為他的緩刑 也不過區區四十天拘役而已 是 這個小馬是高嘉瑜的前男友 那小馬現在已經跟人家結婚了 也生小孩了 那還是高嘉瑜的助理 只是他有傳了一張 我生小孩的照片給他的老闆看 結果老闆 他有拜託老闆說幫他買一些東西 這樣就不會叮叮了 你知道以前有個臺北市議員 叫呂盈盈 呂盈盈也是民進黨的 他說他只要稍晚回家 或者跟別的男人講話 或者漏接丈夫的電話 回去就被家包 為什麼 這是什麼心態 等一下繼續探討 來 先休息一下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夏明 就是說是什麼樣的心態這麼容易吃醋 看一個小孩的 這個我的助理 前男友的照片的小孩的照片而已 這樣就不行了 我覺得有兩點可以談 第一點的話是看到他 他是說看到這個小孩子的照片 就抓公 就開始去毆打 這件事情其實我發現並不陌生 我們這疫情期間以來 我們發生多少次超商店員 就是為了要規勸客人要戴口罩 結果就被蛙眼 甚至刺死 在美國也有那個一個東西 叫做road rage 怒怒 就是你在車上 你在開車的時候 被人家閃燈或者是按喇叭 突然間抓狂 就去開車撞人家 去傷害人家 這件事讓我想到說 或許我們在網路上面已經習慣 就是說我看到誰不高興 我就去罵他 我們每天都在練習 在吸收這種很憤怒的狀態 以至於說我們當這個現實的生活 跟網路的世界已經有點模糊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在現實世界都是 懷疑的 第二個我覺得 比較可怕的事情是 其實你看他 這東西就有點像是說 他把這個家暴的受害者當作是 我覺得不是每個人 每個男生都這麼過分 對 不是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比較自卑的會 自卑 而且他 他我覺得有一個東西 是他把 已經把對方當作是自己 有點像是受到制約的寵物了 就是說你今天要訓練寵物 他不能夠違背你的意思 所以今天他 他竟然說 你這樣可以看前男友的照片 他當然立刻就會暴走 然後就開始去要用 要教他一些規則 你再也不能夠違反這個規則 是 因為說實在真的是人模人樣 老實講 外表是人模人樣 你看他學歷也是人模人樣 對不對 如果用他說 我是林家的 板橋林家的這個後代 然後我又在 我是國安局的幕僚 老實講我覺得這樣的條件 對女生是很有吸引力的 可是你真不曉得為什麼他會這麼容易 就辭出這麼容易的暴怒 請教一下這個黃醫師 像李英雲說的 他只要稍晚回家 或者跟別的男人講話 或者漏接老公的電話 回去不得了 為什麼 我的觀察是這些男生 其實都很擄蛇 因為擄蛇 所以要極力的 表現出自己好的一面 所以需要頭銜 就是如果真的自己很有料的話 不需要說我跟顧力熊有關係 我跟國安局有關係 國安局後面就是總統府 所以如果你自己真的很有料的話 其實是不會覺得說 這些頭銜有重要 應該是我很重要 所以別人會來找我 所以他其實就是因為 這樣子的自卑感 你看他的環境 家庭環境 其實相當不錯 人生是一副好牌 他的爸爸是校長 媽媽是老師 姐姐是法官 然後他自己也是法律系 只是說這中間發生什麼問題 我們不知道 因為你好像整個家庭 應該是會讓你走向很好的路徑 可是顯然沒有 沒有 可是他又被傳統制約 覺得說他應該要有這一些 才能夠符合他家庭 符合社會 還有符合他個人的期待 所以他就很努力去弄這些假的東西 那很可惜的就是說 我們社會上真的有一群 就是他其實自己辦不到 可是他又假裝他有 而我們女生 其實也是要檢討的是說 不是檢討受害者 是說女生我們問問看自己 為什麼也需要這些頭銜 如果你需要這些頭銜 或是需要這些財富的女生 當然很容易就被這些偽裝成 有這些條件的男人騙了 大概是這樣 這個根據法院的判決 這個林秉書跟某一位前任的女友 因為矽故發生爭執在去年的八月 他常換女友 去年八月有一個 很好奇的同時劈腿 大家都要逃 對 不逃沒命 是 二零 二零年八月的十一號到二十五號 他多次打LINE的語音電話 給對前女友說 我不要在一起 我不要錢 我要整死你 你一定要照我講得做 不然你會消失 你相信我 我不會像很多人這麼笨 什麼攝影機 什麼旅行袋 什麼箱子 不是這樣 你真的相信我 這個我寄email 你的影片我都設好了 因為裡面有他女朋友的裸照 跟這個做愛影片 你試看看 你明天你就去沒關係 我就讓你精彩到底 我會殺你 我還會殺你的小朋友 這個女生本來是一直忍耐 忍耐到說 她要殺她的小孩的時候 她才受不了 就是說這是我的底線 所以她才開始反擊 才報警 那我想請教一下 這個蔡律師 這個男生 要殺人 要殺她前女友 要殺她的小孩 這只是恐嚇 在法律上 所以她已經是習慣了 是啊 每一個她都這樣對付 你可以從她的簡訊裡面看到 你看她都是要別人跟她道歉 她要別人跟她下跪 她嗆說 我有你手機定位 我找得到你喔 你現在給我跪下 跟我說對不起 跟我求饒 信不信我殺了你 跟你小孩 要女生道歉 跟需要用到這樣嗎 我跟你講 很多男生 我相信他小時候很優秀 我在我的案子裡面 看到很多很優秀的男生 尤其是 不好意思 尤其是很多醫生的男生 他們的個性裡面就這樣 當婚姻裡面發生問題的時候 對他們來講 我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你必須要道歉 而且要很 讓我覺得舒服的方式道歉 有一個一模一樣的醫生 就是這樣子 他就是 他覺得跟太太爭吵的時候 爭吵到最後 太太不想跟他吵 他說好 你不想吵 可以你跪下跟我道歉 我就可以不跟你吵 就是用這樣的態度對待他 是 對 那你看這個案子裡面 我們可能會想說 這個男生發了這麼多恐惑的簡訊 為什麼這個女生到最後 這從媒體看起來 好像他還跟法官講說 算了 放過他 原諒他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 對 為什麼 對 為什麼 我告訴大家 因為他只想要這件事情過去 他覺得他無能為力 是因為無能為力 讓這個人燒失掉 所以他只能夠透過這樣的方式 告訴法院說判他這個刑 然後你不要再來騷擾我就好了 但是他在法庭上 如果假設他在法庭上 表現得太堅決 說法官你要判他很重的刑 他很怕再被報復 這就是我講 因為刑法不夠重 你能關他多久 而且在恐嚇罪裡面 其實我說實話 恐嚇罪被關的人不多 通常都是判決 然後可以一顆罰金 所以對這個女生來講 他沒有被保護的感覺 他只能在法庭上去 好 那法官跟他講 剛好那個男生又是母傷 還有我要講就是說 這個男生在法庭上 怎麼樣讓法官感動 你們不要笑法官說 法官怎麼被這個人騙了 我自己都看過 就是看過那種家暴的男生 怎麼會有這樣的男人 然後會跟女生講說 這樣男人怎麼可以忍這麼久 當然女生可能是為了孩子 可是到法庭上 你看到那男人 他真的就當場 當著調解委員 當著對方律師 當著我們所有人的面前 他就跪下來 跟這女生道歉 然後求他說 當庭 當庭 就是當庭 然後身淚俱喪 哭到皮涕都流出來了 然後抱著女生講說 好歹我們給我們的孩子 一個機會 你看我們的經濟狀況都這麼好 我把錢全部都交給你 就是這樣子 然後求求你給我一個 沒關係你不用急著回來 我們試試看 我們試著 你給我一個禮拜就好 我一個禮拜看你一次 你看我有改變了 我們再來開始 那是演的嗎 那時候我不覺得他演 那時候我不覺得他演 但是後來我就知道 他是演的 對 他真的演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演的 或者是其實他不是演的 他在當下真的有這樣的情緒 所以是法官 法官相信他這樣的 調解委員都相信 調解委員都告訴我們當事人講說 他這樣子很誠懇 對 很誠懇的認錯 你要不要給他一個機會 然後孩子又那麼小 才幾個月大 所有的人都替這個人說話了 所有的人都替 除了我之外 我只是覺得這個男生好像 看起來好像有點歉意 還好我們沒有急著回去 三個禮拜就露出馬腳了 所以為什麼在法律上會原諒他 或者是法官會原諒他 其實某種程度是沒有辦法 在那麼短的時間之內看清楚這個人 但是你說那個被害的女生知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是真心原諒他 而是像這樣的男生 像這樣的男生 其實很容易再交女朋友 只要他交了下一個 他就會放過前一個 那這個小馬說 他宛若李宗瑞的翻版 就他裡面儲存了 因為這個誰 那個高嘉瑜 聽說有去看他的手機 然後有把他好像有把他這個 他裡面很多女性的性愛影片 他跟女性的性愛影片 這樣算李宗瑞的翻版嗎 我覺得算 怎麼會不算 李宗瑞不都是這樣子嗎 只是一個是偷拍的 一個是是不是自願的 我不清楚 這個男生拍的是不是自願的 我不清楚 那如果像這樣的話 你覺得他會被判多重 要看證據是什麼 對 如果他今天 我們講如果從現在來看 他自己有妨礙自由 如果如果從現在看到 就他不讓你離開飯店 然後有傷害罪 對 有恐嚇 我要把你的影片PO出去 但他有沒有PO 沒有PO 他還有他說會花錢 找黑道殺高嘉瑜 恐嚇 這就恐嚇 這就是恐嚇 就這三條 對 妨礙秘密 沒有妨礙秘密的問題 如果有偷拍的話 如果除非是偷拍 如果他沒有偷拍 我告訴你 如果有偷拍 我相信高嘉瑜會說 他被偷拍 我相信這個應該當時是兩人合意 去拍這個影片 對 所以如果是這樣 這三條罪都不中 都不中 真的都不中 這樣子 頂多判給多久 我跟你講兩三年就又出來了 又出來了 好 等一下會來繼續討論 休息一下 好啦 即便啦 因為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他真的被判刑 他上次的緩刑就要執行了 但雖然只有四十天 那剛剛這個蔡律師有說 他很可能頂多被判個兩三年 那如果我想如果被判兩三年 也是要關嘛 對不對 那請教一下這個高清清 像這種的 這種的 在裡面的人會處理嗎 這不行 因為我們講求人權的一個 社會一個國家 但是有些他已經讓你氣到 咬牙切齒了 該怎麼辦那一剎那的時候 我覺得像這種 我希望如果能夠修法 包括傷害罪 能不能把它弄成公訴 因為傷害 目前還是告訴乃論罪 你告訴乃論罪 等於是你不告不受理 沒有發生這個案子 我也處理過一個 也是政治人物的 漏火天 整個衣服被扯得爛掉 那個露出南半球 我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他一句話 我不想告 我們自己家裡的事情 也沒有承案 甚至於還有以前 我也處理過一個 每個禮拜五 家裡就是在關電視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 禮拜六的 固定的 在我們霞區裡面 這個先生是一個中學的老師 被打的是一個大學的講師 姻太太 然後禮拜五 先生酒一喝 喝完了酒回去 只要他太太喊救命 鄰居就報案 我們霞區的警察到現場 他就說我們在演話劇 就兩個就演話劇 固定禮拜五禮拜六 所以很多人 就算你進去執行也好 你太太選擇不告的部分也好 隱忍的也好 很多現在在台灣的這些 違罪或者是輕罪 甚至於我們講重罪 你在現在的監獄裡面 沒有像以前這樣子 對待你新收的犯人 那麼的不厚道 今天警方證實說 林秉書有刮 這個高嘉瑜的耳光 我給他現出一片 所以他那個 開記者會的時候 就是他前幾天還沒有 還沒有講今天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好像嘴角確實有腫起來 眼睛也有 眼睛也有 那我想請教這個黃醫師就是說 因為今天 警方就居體的時候 他都住飯店 好像他又交新女友了 說新女友才三十歲 然後這個女友還嗆警察說 你怎麼可以抓他這樣子 那這麼快 我覺得他一定就是同時劈腿 然後甚至就是說 所以我說女生 如果有一個男生這樣子 對你拳腳這樣子都來 讓你受傷 其實他也不是真的愛你 他只是想要有一個 發洩施暴的對象 來展現他在別人面前 沒有辦法展現的權威而已 所以這不是真的愛嘛 所以你看他也是找 下一個頂替者 因為他沒有這些人的存在 他沒有辦法證明自己是一個 某一種男性的價值 這個剛剛蔡律師 她身為女性 她有一個疑問就是說 男生想拍 那女生為什麼會同意拍呢 我覺得就是要討好男生 女生在這個 戀愛關係當中 會把男生神格化 讓男生上神坦 其實男生 撥光衣服也是這樣 什麼話 就是說 就女生撥光衣服也是這樣 為什麼要拍我不知道 那意思是說 當女生在這個婚姻的一開始 因為戀愛荷爾蒙很高漲 把男生推上神坦的時候 他會覺得男生說的話是對的 我必須要討好這個男生 才可以讓我們的戀愛關係持續 才有未來的時候 很可能男生的各種不合理的要求 比如說去跳鋼管 或是怎麼樣 也許你都會答應 那只是說有時候像黃醫師 這樣子的女生 比較不會答應的意思 就是說像之前講的 我認為你這個事情很不合邏輯 或者是說我要討好你可以的方法 是需要到犧牲我自己的利益 犧牲我的未來嗎 我覺得女生要在這邊 要想得很清楚 是 瑞德 是 鏡週刊怎麼會知道啊 有人爆料啊 因為 加害者說害者 大家都沒有講啊 本來 本來有點懷疑 那麼是不是高嘉瑜自己爆料 那麼事實後來證明 不是高嘉瑜爆料 有高嘉瑜的 曾經跟他傾訴的朋友 我只能這樣講 親密的朋友 因為最後看不下去了 所以把這件事情爆料 爆料是好事 為什麼呢 爆料以後反而讓高嘉瑜 放下所有的一切 他所有的顧忌 所有的顧慮 全部都放下了 所以他今天 其實我覺得他蠻勇敢的 今天在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麼當他侃侃而談出來說 確實對方物有 他的不雅的照片的時候 你要知道 高嘉瑜今天記者會裡面還講 那麼林姓男子在跟他施暴的時候說 我第一次打女人 我也不知道我為什麼這樣 跟他抱歉 哪啊 什麼第一次打女人 他從第一次 你聽我講 你聽我講 那麼緊接著來 重點來了 他強調 因為最近歷經猛上 他在看身心科 吃身心科的藥 又來了 因為我有曾經告人